要说这人家伦的搞笑功力 大家肯定是都知道的 明明有一张帅气的脸 却总爱干沙雕的事 经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而今天要说的是 你知道人家伦的吃货能力吗 关注人家伦的粉丝肯定都知道 他在吃这方面可是从来不委屈自己 在娱乐圈里出了名的 到点必须吃饭 甚至连杨子都吐槽过他 原来当时拍天机之白蛇传说时 杨子就曾经爆料过 如果到点不给饭 人家伦就会非常生气 而且每次都不管剧组的盒饭是不是好吃 只要试吃的都是一顿疯狂输入 为此还被杨子亲切称之为饭友 还表示啊只要胃口不好 就找人家伦吃饭准没错 人家伦特别逗 他跟我拍戏的时候 他只要到饭点不给他放饭 他就生气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道点不让我吃饭 我真的很生气 我就觉得特别的搞笑 他对于吃就很在意 所以我约饭什么的 我还挺喜欢跟人家伦吃饭 就吃的很香 本来没什么画面感的网友们直到看到人家伦吃东西 才明白杨子为什么这么说了 人家伦吃饭真的太香了 活像一只可爱的小仓鼠 全身每个细胞都在执着于吃 然后就被网友强烈要求开直播吃饭 别的明星粉丝都是要和自己偶像聊天 到人家伦这里就是 你继续吃 我们看着就好 特别在向往的生活中 人家伦为了能吃上饭 干起活来 那叫一个卖力 在搬运甘蔗过程中 人家伦一个劲的往自己这边加量再加量时 彭玉畅都看不下去了 让他不要捧这么多 他说的却是早干完早吃饭 然后一路都是用吃饭来激励自己 各种人生感悟脱口而出 只不过句句都不离吃饭 不愧是出过果朝文集的人 就连甘蔗过桥的时候翻车了 安慰自己的话都是 今天的晚饭一定很香 干完了活吃饭了 怪不得吃饭的时候会特别香 因为都是自己干的活 这就是劳动的成果 哇 终于等开饭了 任佳伦啊也吃到了心心念念的晚餐 虽然有点晚 但不影响他的食欲 只是佳伦哥你怎么好意思嫌弃谭松韵吃得多啊 明明自己就一直吃个不停 却吐槽谭松韵吃了还吃 就连晚餐结束后 任佳伦还在不停的吃 真是来到向往的生活就放飞自我了吗 当然啊 如此之旅干饭的人佳伦也会长肉的 特别是在锦衣之下拍摄的时候 任佳伦的变化最为明显 由于拍摄的时候 并不是按照我们所看到的剧情进展去拍摄的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人佳伦是忽胖忽瘦的 前一秒感觉陆大人的脸颊瘦瘦的没有肉 下一个镜头里 可能陆大人就已经是圆鼓鼓的小脸蛋 肉感十足 让人忍不住想捏一捏了 谭松韵也提到过 人佳伦在刚见面的时候和中间啊 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而这个不太一样主要体现在 刚见面的时候是瘦瘦的人佳伦 中间啊就变得圆圆的国超了 第一次见面和现在见面的感觉也很像 只是中途可能有一些变化 是因为他第一次见面挺瘦的 然后中途那个可能天太冷了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 有时候有点不见细的时候 又变了一种感觉 是吗是吗 为此还迎来不少网友调侃 是剧组的饭太好吃了吗 而作为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吃的人佳伦 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一期极限挑战宝藏行中 任佳伦就在秦浩等人的劝导下 忍不住开启吃货模式 还一吃起来就停不下来了 蒋乃亮还说佳伦可以做吃播了 吃得特漂亮 秦浩还给佳伦录吃的视频 超越也在不停地给佳伦烤松茸吃 怎么看都有诈 偏偏任佳伦还乐在其中 果然啊正当吃得最开心的时候 就听到导演组在一旁表示 吃多少就要挖多少还给村民时 任佳伦虽然无奈 但是还是忍不住继续吃 真是不套路你套路谁呢 不是在吃就是在吃的路上 怪不得说自己有点惨 总是在吃得上被套路 真是辛苦你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